現在蓮藕都出來了 老闆能不能跟你請教 現在是蓮藕的產季嗎 對產季沒錯 那一斤多少錢啊 一斤八十塊 那我聽人家說有七個孔跟九個孔有什麼差別 七個孔主要的話是拿來做兩半的話會炒菜做使用 那如果這個是九個孔的話是比較弱的 它墊粉含量比較高所以煮起來比較鬆 對沒錯 可是那你這裡都是九個孔的話我要怎麼選 我要做兩半 一般來講前段的話煮飯會比較鬆 後段炒菜兩半會比較脆口一點 所以我們應該要選這種比較短的後段了 對對對 如果要做炒菜兩半的話後段會比較適合 了解 那我們要兩半你幫我拿一點好不好 我要做一小盤涼菜謝謝 水露草木之花可愛者甚煩 盡桃淨淮獨愛菊至禮堂來 世人甚愛牡丹 與獨愛蓮之出於泥而不懶濁清蓮而不邀 忠通外之不漫不知相遠欲清婷婷盡職可遠觀而不可謝萬焉 老婆你知道這一個文章是什麼名字嗎 我不知道 他叫做愛蓮說 我們以前課本上有 現在小孩子課本有沒有不知道了 不過話不多說 今天我們不要卸萬這個蓮花 但是我們要拋它的根 把下面的蓮藕挖出來吃 一開始咱們也是來介紹一下這個蓮藕或者是蓮花吧 先從植物學的角度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個老婆你猜我們吃的蓮藕是它的根還是它的筋 筋 嘿厲害我前面誤那個什麼誤導你 你居然還沒有被誤導咧厲害厲害我們吃的其實是地下筋而不是它的根 那荷花蓮花長出來葉子下面那一根是什麼呢 葉是筋喔 其實那是它的葉餅 嘿嘿 所以很多好朋友從植物學上面如果國中高中學的好 這些小東西就可以跟小孩子虎爛一下 第二個我老婆我要問你的 我們看到挺出水面的叫做荷葉 開的叫做荷花 荷花卸了之後結什麼 蓮子 結蓮蓬 蓮蓬裡面有什麼 蓮子 奇怪荷花怎麼會結蓮蓬結蓮子 把它下面的金挖出來叫什麼 叫蓮藕 但荷花跟蓮花到底是不是同一種東西呢 嘿今天要跟各位報告一下很多人不知道荷花跟蓮花的差異 從植物學的角度來說大概有三種 一個是荷一個是蓮 另外一種叫做碎蓮 從中國自古以來啊 荷跟蓮其實就是同一種東西 荷就是蓮 蓮就是荷 但是碎蓮它就是另外一種東西 這三個通通在植物學上的分類都是同科的 都是碎蓮科 但是不同屬 蓮跟荷同一種 碎蓮是另外一種 那蓮跟荷和碎蓮有什麼不一樣呢 蓮跟荷它的葉子有可能挺水而出 它下面長的是條狀的金 而碎蓮呢它的葉子啊是平鋪在水面之上不會挺水而出 而它下面長的是快井 從植物學上看就這兩個東西 如果從人生哲學上面呢我個人還有那麼一點點想法 他們兩個的求生欲望還有求生的態度不一樣 你看大家都知道能量的來源是來自於太陽 大家都要行光合作用 可是荷花它卻能夠挺水而出 它不拘泥於自己的水面之上 挺水而出朝著目標怎麼樣 奮勇向前找出自己的一片天 而蓮花或者碎蓮呢 它就只跟自己的那個一亩三分地水面有多少 它盡量怎麼樣擴張自己的領土 讓自己能夠吸收更多的太陽 可是它就沒有勇氣突出水面 平躺足躺明足我就把它稱之為碎蓮 所以我個人的人生哲學我還是比較欣賞 荷花荷花一點點 話不多說再說下去可能沒有人要看 趕緊把時間交給老婆分享這一道非常好吃的 涼板蓮藕片老婆時間交給你 大家好我是一如今天我們買的這個蓮藕 其實蓮藕這個大的啊跟小的價格差很多 對這個也沒有到很胖 但是還有更小的價格其實差很多 這個我先把它削皮 哇老婆還穿蓮藕色呢 對我特別穿藕色的尾形 呼應可以很像 我覺得你想跟我藕斷絲連就對了 這個蓮藕洗乾淨之後啊 我們就把它皮給削掉 怎麼選其實前面已經有問那個 專門賣這個的老闆了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啊 先削皮 好蓮藕洗好了 我們就來把它切片 切的時候啊 記得薄一點 小心一點 這不好切 寧可切的不完整 但是不要切的太厚好不好 不然鹽起來不好吃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這到底是幾孔的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這樣中間也算九孔啦 工御膳騎士 避兼利器器 或者用這種 桃片的這種工具也不錯的 這是一個朋友送我們的 你看 很好用而且很快 厚薄又一致喔 對 漂亮啊 真的很方便 接下來換我來耍寶了 很多人做蓮藕的時候啊 小孩子特別喜歡吃 你猜為什麼 因為他們就多用了一個心思 把蓮藕變成骷顱頭的樣子 你看 這個就是找這個喔 你看很簡單 削成薄片之後 這兩個小的就把它當鼻孔 然後你覺得哪一個眼睛比較像 像這個就有點像熊貓的骷顱頭 不理他 我們來示範一個 就從他這個地方 第一個三角點給他切下去一刀 有沒有 第二個 接著他從第二個眼睛這裡 再一刀下來 好 這個就取下來了 有沒有一點像 然後把 把他的頭啊 稍微切平 然後這個地方 切一刀下來 好 這個 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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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再一刀 庫路頭 嗯 現在先煮滾一鍋水 對 在裡頭 放一些鹽 對 入一點點 頂味 對 OK 蓮藕現在進來 蓮藕片 咦 庫路頭有在裡面嗎 有有有 呵呵呵 呵呵 呵呵 這個我們就把它 等它滾起來喔 嗯 稍微燙一下 這個水滾 滾起來以後 再煮一分鐘 就夠了 就是看你蓮藕的厚薄啦 像我們這個其實算是薄的 對 煮一分鐘就夠了 好 這個時候把它放這邊 我們就把它放到冷水裡面 加點冰塊 讓它快速給涼下來 找一個這個裂掉的吃一下 好脆喔 嗯 嗯 好好吃耶 有一個那個清甜的味道 有沒有像菱角 我覺得有 很香喔 很像菱角 這樣吃其實很好吃 就很好吃 淡淡的甜味喔 對淡淡的甜味 來我們來切辛香料 對 辛香料我先切一些這個 小蔥段 對小蔥段 再來切一些小蔥花 這個是蒜頭 把它切末 接著這是我們自己曬的乾辣椒 顏色超漂亮 正確的說應該是用烘的 對我們自己烘的 烘乾機烘的其實很方便 也不受氣候的影響 對 好三條把它切一下 好 全部都先把它放到這個碗裡面 蔥蒜辣椒 好那我們現在來去點花椒油 夠 油鍋裡面先放一點油 好的一滴 把這個蔥段先拿下來 還有 煸一下 就有蔥油的香味了 蔥香味出來了 你看 那個蔥已經有點焦了 對 這時候才把花椒進來 那記得就是要開這種小小的 這種小人火 對 不然那個花椒會苦喔 把它煸一下 好 好嗎 這樣子已經可以了 蔥香跟花椒的麻味都出來了 好香的 對 這時候這樣子 剛才的這個 蒜、蔥跟乾辣椒 我們用綠的 油不用全倒 然後給它一點花椒跟蔥油 對 這料油就比較香了 好香的啊 雞一下 連蒜頭跟蔥的香味都出來了 好香喔 好香喔 所以它這裡頭還有 蔥香跟花椒的香味 對對對 雖然你看不到花椒的顆粒啊 對 那我們現在把那個味道調一下 下一點點鹽 鹽吧 對 再來糖一點點就好了 它雖然是麻辣 但是它帶的是酸甜口 對 然後味精一點點 接著很重要就是我們要加醋 我這一次用的比較特別的是 紫苓醋 對 這個醋是上次去河南的時候買的 大家如果要買這種醋啊 網路上買其實早很方便 超香 因為我們上次在河南 我們吃的那個什麼涼拌菜 都是這個味道 超香的 超好吃的 這個醋我就給它兩大吃 對 它也不是特別酸 對 對它有一個特別焦糖的香味 焦糖的香味超香的 超香的 這樣子醬汁就拌好了 嘿 這麼漂亮 漂亮 這蓮藕已經從冰箱拿出來了 盡量把它的水分瀝乾 對 然後讓它涼一點 再來的醬汁 漂亮 光看就有食欲 把它翻拌一下 好香喔 對 那個醋的香味還是很有特色 對 漂亮 漂亮 OK 這樣我們就可以準備裝盤了 上桌 試吃 來 讚啊 哇 這一盤看起來超漂亮的 成本大概60塊錢左右 聞起來酸香動人啊 我在大陸啊 每次回來都會買一包那個麻辣的蓮藕 帶回來吃 下酒最飽 要不然就是去餐廳點菜一定來上這麼一盤小菜 不過吃不過癮都是一小盤而已 麻辣的口味我們之前有做過 對 大家可以找一下 看脆不脆啊 哇 哈哈哈哈 真的又脆又香又爽 所以它這種九個孔的還是很脆啊 跟老闆說的一樣 嗯 你要會挑 你不要淨挑那個大姐好看的 反而做涼拌不好吃 因為它澱粉含量比較高 煮起來就會變得糯糯軟軟的 嗯 而且你如果切得比較厚的話 應該會藕斷絲連哈 它真的會彈膝耶 像這種薄的就不會 這樣很好吃 嗯 又脆又香而且立刻入味 嗯 尤其我覺得它這種酸酸的那種 淡淡的酸味 我覺得超好吃的 微微的酸香 再加上那個花椒還有蔥油的味道 嗯 真的很棒 如果大家沒有那麼喜歡吃生的蒜頭啊 我們今天用的是兩顆 兩顆 大家用一顆其實就可以了 對 我再看一下 小孩子最後都會挑這三個去吃 可愛的 骷顱頭 骷顱頭 好 所以我們把它再冰到冰箱一下 再擺一兩個小時啊 嗯 它就會變得更涼更入味 嗯 就更好吃了 當地飯餐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 屬於夏季秋天的涼拌菜 就到這個地方 咱們下回見 拜拜 拜拜 各位好朋友 今天還是有個事情要麻煩大家 如果你已經看過我的相關影片三次以上 麻煩你給我個訂閱吧 因為今年我的目標還是希望能夠充訂閱人數 40萬就麻煩大家囉 咱們下回見 拜拜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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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